市民宿舍是来自家旗市的消息 家旗市政府推动地区磁力 社会福利依法福利债刑价 今天由市政投身体专业到社会主动人 向市民宣布福利福利债耀心 欢迎利用市府建议的家旗市中合福利 高贴福利系统 透过方便操作差顺的单一 依法通口策略行动在股定定的设计制 苏便民的福利债耀心 特别也会向地区6月下的目标 市政投身体表时 作为专台第一个成立地区科技处的管市 市府中国局务政策委 路市口地区三次的八大面向中 这八个面向都是基地区高兴的 透过地区楼上 上官品牌地区理想地区交通 地区健康地区交友地区安全地区磁力 同步进行地区三次磁力 SmartE社会福利 担任医法通口政策博部 土生体表时 社会福利已经进入地区医法模式 市府中各行社会福利资讯 都政策在一个网站上 我们今天在这里向市民报告 支付费乐活层福利在要升 简单讲就是我们的社会福利 已经走到支付费城市 一用这个电脑 就可以来查所有你想要 你可以要得到的社会福利 我们用这个电脑连线 我们用这个云端服务 我们可以在你的行动载机上 像你的手机 像你的平板电脑等等 你就可以查到你的人龄 你的状况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福利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子来整合我们的社会福利的团体 他们的要给的各种福利可以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希望在智慧城市的这个大架构之下 智慧社会福利能够再要升 行动告出博物 让市民立得更好的社会博物 台湾自国策略委员工信价支出 里面有博物诉求 里甘司含社工团定资讯代理人 使用手机的协讯品办电脑 直接告出为市民博物 尤其仗对无方便出门的新种者 中部以及相边的民众 提供告出博物 企务社会处标识 基立科技 社会福利和保障 透过政策 综合福利告出博物系统 推动福利博物行动要升级位 提供人造医生办人员 两端主顺政策博物 日主顺透明化 与提升行政效应 大家有加以致极丹座 地区6月生 福利再要升的目标 谢谢新闻今天尊贺的市蔡宏博德